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会说别骂河南人了 河南人是中国人他娘 骂河南人等于骂你们娘 换句话说 浦阳就是世界的 对 所以你可以从浦阳这个缩影去观察一下马来西亚 但是这有点远了 有点区别 我是一脑子怪力乱神 封建迷信 我怎么觉得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它是怎么回事 给人下了降头了 怎么你说这些年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网上说了 说马来西亚出了事 是不要查结果 不要找原因 比如说马行事件 比如说金正南之死 比如说一些沉船 马来西亚沉船事故 对 不要问为什么 我这回我跟你反着了 我要理性的看问题 古典派 马来西亚是一个正常国家 马来西亚绝对是一个正常 有自己特点的正常国家 包括马行事件 包括沉船事件 都是跟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具体联系的 因为我去过一周 还写过一个封面报道 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负面报道 封面报道 你看 我们都是口音 封面报道 负面报道 对 所以他马行失踪的各种神秘的 比如说巫师去找马行 这个绝对不是马来西亚政府干的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死了 他是民间自己搞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围观者就认为 马来西亚政府太不靠谱了 竟然找巫师来找飞机 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就也冤枉了人家 这个你说起来啊 我对马来西亚是很有感情的 因为早期凤凰工作的原因呢 跟马来西亚关系很好 然后去马来西亚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国家 就是我 而且我在马来西亚 我可以说走遍 从本冰朗雨一直走到马六甲 我拍这个片子 红遍婆罗州 婆罗州 大仙 我当时觉得这个 我对马来西亚印象 当时反正当时感觉挺好 这个人民热情 然后街道也挺干净 而且炒果条 我跟你说 马来西亚的炒果条 别的地方都没法比 太好吃了 猫山王 有鸡蛋 酱油 就不说那个 而且我就发现 当时还闹过一个误会 有些马来西亚华人 还说我说话不好听 其实我是赞美他们 因为跟我们一块拍片子的 任何一块摄影师 我的天哪 那大热天 真肯干活 扛着 而且不光是这样 一般都会英语 潮汕话 粤语 普通话 还有什么马来语 客家话 我觉得他们的脑子就像开关 啪就换一个频道 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 我说 我说马来西亚我们这些摄影师 是最好的打公仔 但是他们反倒觉得 说打公仔是个歧视的称呼 其实在我心里 打公仔怎么是歧视 咱都是打公仔 我就是说他们是 挺好的 但是为什么 后来我不去了 他们就老出事 你真是 这为什么呢 怕了 这是马航 这是什么概率 而且马航连续两次 一次是有中国乘客的 还有一次是在俄罗斯 乌克兰上空 被导弹打下来 那次也是 这你说也不能说就怨他 但是你说这是怎么 我觉得太神了 包括这次 你比如说刺杀暗杀 你为什么专门选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是一个 在我看来稍微有点松松垮垮的国家 可能在这有点问题 他不紧张 他不紧张 因为他的60%的人口 50%以上的是马来人 这个20%多是华人 还有10%左右的印度人 还有一部分原住民 他整个的主体的这个民族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弛的 不是很爱学文化的 工作能力不太强的 他在各种的这个规章制度上 遵守也不严格的地方 这是马来华人啊 对马来人其实最看不上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也不太读书 很生孩子生很多 因为一个家庭他是信的那个叫他可以多生 比如他可以生10个孩子 我们华人一说农死的尽 俩杀 所以他的人口优势一直保持着 但他整体的教育水平也提不上去 这个国家呢 气候又好 这个这个椰子香蕉乱掉 所以他不费力这个国家还有石油 他不费力这个国家就保持不错的生活水准 对 你看我是跟马来的这个华人合作 就我合作的这个人来讲 我觉得哎 真是勤劳 而且就很敬业 很勤奋 但是当然就是马当地的马来人相比之下 比较享乐主义 他有点内力 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全世界哪有除了日本德国有限的这个国家之外 哪有像中国人这样活干活 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同时创造出巨大的雾霾 一边吃着蛋糕 一边糊着雾霾 像这样的国家其实非常少 因为东南亚 泰国 马来西亚 当地他们的文化还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 就是人的幸福指数 咱这么说也挺高的 其实这样也不错 就是有人给我找我 我就经常推荐 我说你要投资或者什么的 去马来西亚 就是东南亚如果投资的话 那去马来西亚好地方 泰国也是好地方 人口多 经济各方面也不错 老说这个又该裸奔了 咱们现在看看这次不幸的这个事件 马来西亚的这个沉船 因为这个祸害咱们中国人了 对吧 祸害 你看这是救援 这是 是20 祸救的还是大部分了 对吧 听说是三人遇难 然后是六个人失踪 这就是事后了 你再看 这个就是类似的 就是这样的船 这个船呢 就后来才知道都是非法的 他根本不能到环潭岛那一带的海面的水文情况 这个船的设计就不是在那的 而且这个船的设计者说只能承载15人 中国旅游团是怎么回事弄上这个地培就上了这个船呢 这是我在那时候去那岛的时候做的是正规的公司的哈 但是有大量的是不是很正规的 而且他们因为路程不太远 他们不太配备什么GPS之类的 而且还有特别搞的一点是他们的船员都会游泳 他们觉得我从小都在这个海里边 所以他的整个的设施是不那么专业的 在这个跟马来西亚的整个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绝对有关系 就是他不严格 就很多是凑合事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那个是我觉得不能叫非法的一个应用 但他的他首先他是超载超标 然后他里边的设施不完全 但同时你给他配备设备 他你比如配备了烟花信号弹 他也不用 他就是就处在就整个的商业管理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就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地方 反而啊就是出了这个事啊 我现在发现后来很多事啊都是议论之后的议论 就是我你都看了那个界面的有一个报道 就是这些人在海里边再复再沉泡了三十二个小时 我发现总能有人能聊出点人性的冷暖 是不是 您有没有看那个细节 我看了 我看了就是要扶住弱小 大家互相帮助也没有抛下 中间有一个女士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死了 她还在那舍不得放手 在那拽着一起还还漂亮的时间最后实在是无力再支撑了就把她给给放放过大海 所以你非常感人所以你真是好人我真是坏人咱们俩看到的完全相反的啊 怎么了我注意到的是就是说有一个女儿的妈妈然后呢这个也死了本来拴着一个绳子 但是有另一个人的儿子呢有点状态不好他要去不断的拍拍这个儿子别让他睡着 因为睡着了可能就就溺水而死了 然后他托付给旁边这人说你看着我妈妈的这个遗体啊 你看着我妈妈这个遗体我去拍拍那个 结果呢他回来之后说我妈妈的遗体呢 他发现他妈妈的救生衣啊穿在另一家人的一个女儿身上 然后就说我妈妈的遗体嘛 那家人就说哎那边绳子拴着呢吗 他说那你拽着看 他一拽拽着一个行李 他那时候哦这条绳子拽着是那个大包 刚才那条绳子拽着你妈妈 可是有人给解开了还是怎么着 他把他妈妈飘走了 所以这个女孩事后就是说 在医院里接受记者采访 就是说我永远不会原谅这家人 其实你某种程度上怎么说呢 他就那家人把他妈妈的救生衣拿过来给自己女儿穿上了 但是当时他妈妈也也也也也也也已经命中了 对但是他这种情绪甚至我还听见 你看所以我这坏人 我看见的永远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就还有一个这个报道里说 出来采访说那个一瓶矿泉水 发现包里有一瓶矿泉水 然后呢有一个人说 说我们呢一人都喝了一小口 然后呢留给了那个最弱的小女孩 结果后来那个所谓最幼小最弱的小女孩 就是说他最后呢 说最后留给我的这一瓶 那个剩下的水只有一个手指头这么一个底儿 说大爷们你们都打过大口了 其实我们说好说坏可能参照系数不一样 我在之前刚刚看过了太平洋大街 太平洋大街沙 就是一帮中国渔民在海上飘着 就是先是把船长杀了 然后把大富杀了 就互相杀 最后几个人活着给回了 我是跟那相比 我觉得这些人能能在一起 能这么算是互相抱团 这么一起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还是在上 主流我还是在上你 就跟人类社会一样 有些小的恩怨 但是基本上算是这一伙人呢 大部分能够获救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他母亲的尸体飘走了 就是在西方的海洋探险里边 一般如果这个人他死亡了之后 大家会有共同的约定 你比如把他海葬 或者让他飘走 给他其他人来保留生存的机会 这个东西要按说是无可厚非 而且必要的 但他的错误在于 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共识 而他的孩子还想保存着他母亲的遗体 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 我认为 那家的坏处就在于 不经人家同意给穿上了 总体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现象 就是几十个人围在一圈 坚持二三十个小时 在中国人里边是一个新现象 我们原来看世贸大厦被撞的时候 就是从几十楼 就是美国人 我当时看他们的纪录片 就是把那些受伤的人和小孩都不动 我传到下面 让残疾人先走 其他人宁肯自己可能选择了死亡 我当时我想 如果当时想我们中国人 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 可能会一盘散沙 因为很多人的观点也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游客跟马来西亚船员比了一下 你会发现文明进步的速度很快 以往有可能大家都抢了 我就背上了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组织说 我们要围成一个圈互相扶持 说我们要想活下去 我们必须互相抱在一块 这个对于说 以不团结著称的我国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个参照物 就是一个船员和两个工作人员自己游了 自己游走了 那是马来人 因为他不是当地华人 如果当地华人 因为他不会说 据说语 他们游上岸来都没报警 第一时间 对 我看了一下报警时间 因为他出事是上午10点多11点 报警时间是晚上7点 那三个傻子上去之后竟然没有报警 是不是因为跟他这个船有点不太合法 有关系 我觉得一个是跟他怕担责任有关系 另外一个 他的这种报警的意识跟弹幕也有关系 如果我们中国人起码知道报警了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一个是他自己跑了 不顾他的乘客 这是不靠谱的 上去之后不报警是不靠谱的 晚上警察得到报案 一直找了二十多小时没找着 这是很不靠谱的 这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执政水平差的地方 最后你没算是 你的姐姐我没找着人家 是他们自己飘飘远方看那个银船 自己找到了生路 这玩意太惨了 完全属于自救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会订阅 拉不住了 我就自己就放弃了 或者那种的 对 就是咱海上的救援知识 我也不太懂 就是说人能够在海里泡多长时间 你像泰坦尼克号 那真是太冷了 太冷了 一个小时 对 马来西亚海域上 他们也是说到了晚上 也是特别冷 对 但是人体能在海里 要是有救生圈的话 泡多长时间 这咱不太了解 我觉得可能得泡烂为止 这时间很长 你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泡那么长时间 还跟老虎搏斗 正常人只要身体没有特殊的状况 仅仅是泡 那个是船上 少年派在船上还多一些 对 在船上还多一些 可能一两星期是泡不死的 没做过这种实验 但是你比如看历史书说 杨广挖大运河的时候 让那些农民工都在河里边不准出来 直到他的下半身泡得粉烂为止 就死在那里边 那就其实泡的时间挺长了 基本上如果你保证了你的淡水和你的食物的话 我觉得你在海里边如果再有一个二三十度的水温 你应该坚持个两三天 反正这个伤还者就说主要是晒伤 就是海面上这个泡晒 我们现在要做的 我觉得现在当局要做的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这种出了险情之后 我们怎么防范 我们整个社会缺乏这种有关的培训 我甭说别的 我们很多楼里都有灭火器 但我们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用的 包括飞机上天天讲各种排队 包括面罩下来怎么用 当然飞机上我不希望出事 但一旦有什么事情 可能多数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用 怎么去按秩序的去撤退 这点是日本人做的最好 你看我们各地逃生的小灯 紧急出口的小人 是日本人发明出来的 日本人获得了专利 当年东京在大发展的时候 也是有大楼着火 一百多人死 也有这样的事件 后来他们就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逃生的装置 有这种让大家清楚的看到 哪怕是停电也能知道怎么出去 我跟一些法国的公司合作 有时请我去参加活动 或者是讲课 第一步先把逃生图告诉我们 你们的作为是什么状况 出门怎么走 能找到逃生通路 我参加一个法国公司 所有的活动 每次都是第一步 而坐他们的车 必须要系安全带 所以我坐车 开车系安全带 就是被法国人培养起来的 所以全社会都应该有这种风险意识 他有这种安全意识 对 哎呦 这相比之下 这还得需要认真的人 对 你像是日本人 德国人 这玩意 每个灭火器都得是有用的 我现在就觉得 撒风漏气跑漫滴漏这种现象 好像是咱们社会里一个特别普遍的事 就是说哎 你就说这个这个住房 嗯 这个所有的这个管道 对 我我不要这么说吧 我我我我该怎么比较呢 对吧 香港也不是说就多么好 哎 但是呢 你看 比如说我在香港住50年的 50年的老楼 50年的老楼 哎 就我记忆所及这么多年 没莫名其妙停过水 对吧 而且呢 这个没有什么莫名其妙 就是这个这个停锅店 或者说哎 或者说你要说哪这个漏水啊 你只要招呼他 都光机 反正一天就给你解决了 对吧 但是相比之下 你看我在北京 我就觉得怎么 不这儿坏 那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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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来修的收费都奇贵 别人都没有空调坏了 好久给你换个什么东西 又是几百上千的 每年冬的就夏天 这冬天要什么转换空调啊 夏天又得转换 来了就是收钱 收钱就 怎么 我说这空调 怎么每年都都漏水 每年都坏 这个就是社会管理水平的差距很大 我 你就上次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哎 你在北京 你能想象到 这冬天呢 那个时候就通知那一片的 长达 二十天呢 还是半个月啊 说没有热水 说为什么没热水啊 说附近管道坏了 再修 哎 我就 当然我家坏了 咱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在别的地方没碰见一个大冬天的 你完全 就半个月没有全 这一大片区域 日本的社会治理水平肯定跟他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实力有关系 另外跟他的多灾多难的地形和地貌也有关系 就比如说这个防灾这一块肯定是他最发达的 因为他的灾难是最多的 所以他就经历了这种 这叫考验太多了 所以他就自觉的都会了 马来西亚是属于像动员的国家 我觉得就是他里边生活的人和动员实在是太无忧无虑了 没有这种危机意识 刚才你说香港的社会治理水平就让我想起马来西亚 因为因为英联邦是公认的在全世界做社会治理做的特别好的 因为英国人做政府管理做的好 这个反腐败做的好 公共事务做的好 这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都是啊 香港原来都是英联邦成员国 新加坡的社会治理也很好 就马来西亚扶不起来 我当时跟那个马来西亚人也在聊说 你们也是英联邦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拖后腿 就这么松啊 就是这么社会治理也上不去 效率也起不来 政府腐败的也很厉害 他说都赖那一拨人啊 就是都赖那边马来人 而且而马来人又防着华人 这有一个社会割裂 有一个马来西亚作家写过一个预言小说叫部长 他里面有一个主要观点说 如果未来有一天是这样的 就是说华人统治了整个马来西亚 而马来人全部被赶入原始丛林 他说这一天一定会存在 他就就这种预言小说写这个东西 而马来人就一直防范着华人 但华人又是社会治理水平和教育水平最好的 会八国语言 就是一个说八种语言之类的 这两个之间的互相防范 你比如不让华人参政 就是而且你的华人的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有马来人 而且这个比如如果同样是偷渡啊 华人偷渡的马来西亚马上遣返 而菲律宾人如果偷渡到马来西亚 很快就给你马来西亚国旗 因为他可以增加马来人的选票 所以他这个双重的这种标准 导致他社会的治理水平上不去 就是华人对社会参与的这个积极性不高 华人参政的积极性一般不高 一般不高 因为他达不到他达不到高位啊 就是他拿不到权利 他只能作为一个反对党 或者说作为人家的一个制衡来存在 就是副州长 这可能已经到他的顶头了 他不可能再往上了 所以当年赶走李光耀 当年让新加坡独立 都是马来西亚人为了保证马来人的人口优势 采取的这种行为 他实际上他就牺牲了社会进步的这种代价 所以你来保证他的纯洁性 你这么说 我就想起我看李光耀的传记 原来当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这么独立出来 李光耀是非常不乐见的 李光耀大哭 他本来是想跟马来西亚合一块 结果就合不了 我跟马来西亚一个拿督 就是问这个事情 他就说是因为李光耀太能干了 就已经能干到 因为当时整个华人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0% 他说而且印度人就10%的印度人也在向李光耀归拢 说李光耀如果再干下去 整个马来西亚要被他统一了 就是如果他当了马来西亚的总统 对马来人可能是个噩梦 就是马来人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当时的马来西亚的执政者强行要求切割 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啊 你把我刷一下这个华人人口降下来了 我们又是民主国家 那选票永远是马来人第一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看的话 马来西亚在整个东南亚还是政治上比较稳定 经济状况也还不错 而且华人的参政议政这个水平规模 比其他那些国家还都要强一些 比如说跟印尼比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 比菲律宾也好 比菲律宾什么的也都还好 但是整体来说是 因为华人在那经济实力太强大了 所以别人不得不防 而且我们华人是 我也问过华人 如果给了你这种权利 你行不行 你对这个国家 他说如果啊 我马来西亚的华人拿到了这种所有的权利 公平竞争的情况下 他们所有人都会成我们的奴仆 华人的中产阶级 现在每个家庭里边都有一个马来人当丫鬟 就站在那特别老实 我就指挥 我就看不下去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 这就说明这个民族性啊 过去爱讲什么民族性之类的问题 实际上可能也是有点子虚无有 你比如说 全球华人 新加坡 这个包括这个香港啊 对香港特区了 这个治理这就说明华人也是可以治理的非常好的 华人天赋非常高 是吧 华人天赋非常高 他高在我觉得两点 一个是孔夫子的教育传统 这个跟犹太人一样的 就是家家重视教育 另外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就是我不是信某一个宗教的 我不生活在虚幻的场景里 我为世俗社会奋斗 他实际上已经比很多的国家的民族 也更适合去建立一个现代社会 我觉得有了这个基础 再加上这个英国人民过来辅导一下 因为香港新加坡都是英联邦的 而且都是超过百年左右的这种 这种管理水平的熏陶 所以他就有了那样的 但是 割裂以后 你就是离开了以后 他能不能保持 他是不是会发生变异 通过香港的案例 你会发现他慢慢的在走样 那新加坡呢 新加坡英联邦 他是跟那个体系和那个 他们会有英联邦大会 英联邦运动会 去见女王 然后他跟那边的经济 政治交流又很频繁 实际上那整个的文化 他还是对他熏陶很完整 新加坡已经变了 完全的变了 就是说我们是 黄种人心里也是这样 但是新加坡呢 是香蕉人 什么香蕉人 表面上是黄种人 心里是白人 就是他的教育 他的语言 他的思维方式 有语言学家说了 就是一个人的语言 决定他的 决定的 你这个讲 生活方式 而新加坡人 他的教育 就是英语教育 对 跟我们的思维完全不一样 我问过新加坡的朋友 我说你们中学也学中文吗 他说我们也学 我说你学什么 我们就是读读金融的小说 就是他的教育 还是以西方 西方为主 以英美娜的体系为主 所以他思维 别把新加坡人当中国人 这个你像当年李光耀 这个就立主 一定要学英语 是吧 对 那他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一个是文化上 向欧化靠拢 是吧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跟香港 不一样的地方是 香港后来的 整个权力的运行 实际上是又走了 另外一种特色 你必须得考虑 这个环境的变迁 比如他的媒体环境 他的选举环境 他的这个示威的 这种环境 他有变化 那实际上他会 引导着社会的末梢 老百姓的生活 都会发生某种的变异 他也 我觉得说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方 是按照生物学的角度 也是可以来这样来推的 实际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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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